掌面盈润有光泽 偏水型手 但是从手型来看又是木型手 木水结合的掌型 有木人的多丝善谋 有水人的温柔敏感 食指见缝隙比较大 说明早不于前 25岁之前难存下钱财 不过训工 这是财位比较饱满 财运旺 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 从这条伸长的事业线 也可以看出这点 掌面比较宽厚 见棱角 闻怒也是偏深刻 既有水人的温柔 也有筋骨之人的刚毅不服输 所以说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手下 从这条深刻的事业线来看 也是事业心比较强 不服输 做事主动积极 事业上能有所成 不过事业线初期 见一些斜纹 横纹干扰 后期横纹明显的减少 这点生命线也是如此 生命线初期 前期也是30岁之前 横纹干扰比较多 之后逐渐的减少 是个典型的先骨后田的命局 不过生命线在22到26岁左右 这个阶段 有很多条上升线 上升线说明在这个阶段 年轻的时候 上进心十足 并且努力奋进 能小有所成 为以后的人生打下基础 感线很长 有一些波折起伏 那些感情线也是偏深刻 重情感性之人 不过在感情当中 亲密关系当中 因缘当中显得犹豫不决 容易错过好的因缘 尾端上翘 心态高 要求也高 选择因缘的时候 有些高不成低不就 一来二去 因缘当中是好事多么 不过水行丘 这里有一条支线 基本上是可以充当一条结婚线 很长 跟感情线汇聚在一起 把握的好的话 能有和优质的对象结为连你 记忆还是好好把握 那么生命线尾端 我们看见分场 这也是旅行门的一种 再加上月秋有一条旅行线 出行运势不错 出门遇贵人 建议多出去走走 那么出去走走 因缘当中 也可能是在外面遇见 甚至有出国的机会 不过生命线尾端分叉 也是说明生命力的减弱 那么70岁左右 间断开 这个阶段有疾病的困扰 过了这个坎 生命线尾端绕手腕 晚年可享高手 增加线尾端